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在周末的晚上这应该说已经是天气渐凉 虽然还挺热 但是立秋了 那么周末的晚上咱们看拍宝节目 介绍道场的鉴赏专家 首先要介绍坐在我旁边的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 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张如兰老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拍宝节目是一个服务于收藏大众的一个节目 希望大家多参与我们这个节目 共同来鉴赏中国的文化 好 感谢张老师得高望重的老前辈 好 那么另外一位鉴赏家 著名的书画鉴赏家 咱们北京市文物公司的总经理李晨老师 大家好 学习传统文化 普及文物知识 欢迎大家关注拍宝 以及拍宝的小程序 好 谢谢李老师 那么您也是一直是老文物公司的人 是 跟张老师应该说一块共事了也很多年了 对 是吧 好 那么今天是咱们北京能够启动的两位老师 为大家伙建赏宝物 肯定是有词杂 有书画 咱们看到什么好的藏匾 那门口这位呢 就全形的那位李半渣 先给大家伙讲演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 又和您见面了 欢迎大伙的收看啊 那么天也不早 人也不少 鸡也不叫 狗也不咬 咱们呀 闲篇少叙 大折天的 咱们是见静当先 接下来呢 咱们就有请大妈闪亮登场 哎 大妈您好啊 你好 大妈 您拿话筒 哎 得嘞 李然是越来越帅 李然老师越来越漂亮 例如自己看监视上看 漂亮多了 大妈 快把您从那个 故宫里拿的那点东西拿出来吧 真是的 不是 不是 大妈不是从苦宫里拿出来的 是大妈手里头拿的那点东西 是跟故宫里一模一样的那点东西 是吧 这是您带来的 对 您先给介绍介绍 您是从什么地来的呢 大妈 我是通州来的 哦 打通州来的 咱们南通州 北通州啊 东通州 东通州 就北京的东边 北京东边 南通州 北通州 南北通州 通南北 过去啊 南京也有一个通州 咱们就是北京的这个通州啊 叫北通州 原来呢 您也知道这是一条 这个运粮的重要的这么一条通道 是吧 嗯 行了 那大妈是咱东通州来的啊 那这是您带来的啊 对 哎呀 真好 这件东西是家传的呀 还是您收购买的呢 这是买的 是买的是吧 嗯 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这是粉盒 对了 腌着啊 对 涂腌着磨粉 过去女同志为了长得 呃 女同志长得挺漂亮的 为了让漂亮上面更漂亮 就涂腌着磨粉 嗯 这种盒啊 如果您比方说上面要画的是什么 蝉织帘呀 或者是一些个这个青花的呢 呃 大概其呢都 多用作什么呀 印泥盒 是吧 然后呢 印泥盒 比这可能还稍微的大一点 因为有的那个印章啊 它个头比较大 你这个要太小了呢 它不能够把那印泥完全啊 给粘到那个印章上 所以呢 那个比较大 但这个呢就是啊 略是粉带 女同志用的这个粉盒 好 大妈您没用过啊 没用过 没用过 这是买的 对 是吧 是您买的吗 我们家先生买的 咱家大爷买的 嗯 大爷为什么买粉盒啊 大爷应该买印泥盒 大爷 有 这大爷 大爷给我买的 哦 是 说是送给您的 对呀 哎 大妈 这事咱得弄明白了 是 大爷平时搞收藏 您 您会那个管大爷吗 不 不反对 不反对 大爷可以买 那买完这点东西之后 是他主动跟您说的 说那个 嗯 我送给你一样礼物 然后还是您发现了之后 他才说 啊 送给你吧 这 您这个是 这是买回就送给我 买回就送给您了 那没事了 那没事了 如果要是您发现之后 才说送给您的 这您得调查调查 是 刚开始买份就想送您来了吗 也没准想送芥饼那大妈 这 这 咱们别说这个了啊 别说这个了 那个行 我觉得大爷还挺有眼光的 这点东西啊 挂台真好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属于是豆彩 您知道什么是豆彩吗 豆彩就是先拿那个 蓝颜色的那个 这个先勾一边 然后呢 再用带闪的呢 往里头给它填涂进去 这是豆彩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豆彩鸡钢杯 这您也知道吧 嗯 这是豆彩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 我个人认为啊 这应该是雍正朝 画片呢 您看没有 特别的工整 特别的 您看就是说 为什么说是雍正朝的 您看没有 就这个里面啊 您比如涂的黄色啊 涂的红色啊 一点都没出这蓝边 这是雍正朝的一个典型特点 因为雍正这个皇上 他比较严谨 干事比较严谨 所以在他那一朝当中啊 他所有的瓷器 包括方方面面 都填出了一种严谨 这两个字 如果要是在其他朝代的啊 您比方说像这个 有的地方呢 可能就啊 这红色就出来了 出来也没关系 没事 但是在雍正朝绝对不行 只要一出来 这就算惨死别 不要啊 当然我说的是官窑 这是官窑 但是呢 在民窑当中呢 实际上呢 就这种严谨的态度呢 也有所体现 所以咱看了一下 无论是从画片的这个 画工啊 还是从它的整体的这个 感觉呀 包括它这个发色呀 各种发色呀 都能够说明 包括您看它 漏胎之处 你看这边 这口言 漏胎之处 洁白细腻硬化 这都是雍正朝的典型特征 所以呢 这件小粉盒呢 没有问题 大爷看来还挺有眼光的 应该是雍正朝的这么一件粉盒 市场价格大爷多少钱买的呀 两千块钱买的 两千块钱买的 市场价格三万元 恭喜大妈 谢谢你啊 恭喜大妈 来 给您来一红包 得 那您回东通州了 先别回 先别回 您里头还得找张老师 得看看 先别着急回东通州 好 好 好 虽然天气万后见凉 但是 我今天送了咱们观众的奖品 还是一把 不是这把 这是真妻送我的 这是我送大家的 一把班竹的 这么一把橙扇 这还没贴上呢 这个您看看找找谁吧 我们真妻真眼 徐德烈 然后李然李半章 或者您熟识的 书画界的朋友 都能把这个扇面 给提上书画 那么主要是这个扇骨 肯定不是香菲 香菲呢 就算比较贵了 但是这是 没露的一种 是班竹 也是很文气的上股 这是送给大家的奖品 还是这样 在节目中 给您出一道题 第五名答对的观众 就将获得这件奖品 好 我们闲言少许 要开始鉴赏宝物 有请第一位藏友 来 有请 阿姨 来 您好 您好 专家老师好 主持人好 您有五十吗 我快七十了 不像 满面红光 精神特别好 这是家里收藏的 是买的 肯定是买的 您家里也不产这瓷子 不是吗 是吧 就是家里别人收藏 买回来的 对 您家里有书画界的 这个 没有 家人们没有 没有 那咱们买一泥盒呢 这是 上那个 自由市场 花鸟市场买的 花鸟市场 对 肯定不是阿姨买的 阿姨一般他上菜市场 是吧 对 好 回到张老师这 有请张老师来讲解 这件子机 首先买的这个场地 叫 花鸟市场 花鸟一中市场 以前这您知道 是有不少卖这种老板印的 那是 后来就没有 后来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买这种 要想收藏买这种 还要上一定的正规市场去买 那么在 我们说不是说没有啊 就是太少了 你可能捡不着漏 那么这件东西大家看 这是莲花 豆采的一个印尼盒 后头有大清 涌正 年制 六次款 那么如果要是这真的是涌正 这件东西确实不错啊 那么我们首先觉得这个印尼盒 我们说在这个明清以来呢 是我们文房四榜呢 就特别在文具当中 这印尼盒还是很多很多的 也是大家比较爱收藏的一些东西 那么像这个豆采大家知道 我们看到的 城华豆采现在比较有名的哈 那么就说城华豆采 但是我们说实际上豆采呢 在清代的也也很漂亮 那么我们说清代康系的时候 豆采很多 因为荣正时主要以粉采为主 这个采就很少了 所以大家在收藏当中一定要注意 那么我们说在荣正的时候 官邀也有很多豆采 是吧 对 在荣正款的豆采 基本都是合连碗 大家看到这是官邀的 合连碗 那官邀的一个知识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荣正的时候这种东西 在这种画这种图案 合连碗是在荣正官邀的碗的时候多见 那么做这种印尼盒比较少见了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收藏当中 要基本要知道这个知识 那像这件东西呢 我们觉得画的挺满的 大家看画的也挺好 那么后台再款式 但是无论从做工上 从画衣上 从猜油上 就是现在的一个新的产品 我们知道这个荣正时候 这个印尼盒并不是像现在 做的这么古 大家看这像一个馒头形式的 这时候清代的印尼盒 做的不是这种知识 大家看它基本上 这个坡度没有这么大 比较上面是平的 大家要看到我们荣正的时候的 这种印尼盒 没有像这个坡度这么小 出来 就是一个太 气形上的有区别 造型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我们说这个豆彩呢 荣正豆彩做的要很漂亮 这个做的 尤其这黄的和这红的颜色 不具备清代一个特点 其实我觉得大家 在这个收藏当中一定要注意 这种像这种豆彩盒 在荣正当中没有这种 基本里头都带有印尼 在我们流传下来 我们说它是文具之一 那么现在大家觉得收藏文具 是比较好的 在当时来讲 就是文人的一件实用器 所以它基本上流传至今来讲 大部分都带有印尼 确实有官邀当中印尼 很有不带印尼的 但是流传在市面上呢 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 而且你一般拿呀 一般我这旁边听这声 一听就是电气要烧的 不是柴要烧的 烧着温度特别高 一看那底足的烧到方式去看 又到大家在灯光下看 多么亮的 就跟大家说的火气含有的 所以 所以你也没花太多的钱买 那么这件东西 我觉得作为一个暗头纯摄品 现在来讲还是不错的 家里头小孩 谁写写毛笔字 谁画画画 可以拿这当个实用器 是吧 没问题 好 谢谢专家老师 那是假的 你知道吧 这奖的金得收回来 好 谢谢您参加节目阿姨 好 谢谢 这个三代的瓷器 您仔细观察它的右面 都是白中闪青色 您就现在看很多瓷器 因为电药烧出来 张老师 仔细它是闪绿 就现在我们所告你的白中闪青 你一定看真的这种青到什么程度 不认为这现在就跟那闪绿头 它也说是青 所以你一定要真假对比当中 了解我们说这个白中闪青 不要光看书本 还多看博物馆 青跟绿两回事 再分不出来 您找一色谱 考驾照的时候您看看 别踩盲就行 今天总是近距离地 见到你的阵容 我可是你的忠实的粉丝 是是是 大爷 每一次节目我要看 谢谢您 不是当面讽创你 明白明白 谢谢您大爷 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 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 您能来 大爷从什么地来 海淀 从海淀来的这么一位大爷 要不大爷您看看 让大伙看 大爷长得那么水灵的 人家打海淀来的 是吧 海淀有水 有水 是吧 中关松高科技园区也在海淀 是吧 那就在那 山清水秀 而且人杰地灵 包括咱们很多 那个著名的学府 是吧 也都在海淀 清华 算海淀的吧 是啊 北大 是 是吧 对 那都是 我母校 那都是我心中的母校 心中母校 其实我跟你说 我也不是说大话 清华北大 当年 其实我差一点也考上了 差600多分就考上了 哪有从来考不上去 肚子那么多优水 差600多分还聪明 您听大爷说什么了吗 肚子里那么多油水 还考不上 我都想跟着你跑一跑 行吧 那咱们不说闲片的 大爷带什么来了 扇子 扇子 扇子有风 拿在手中 要想来借过了李东 这是给那来的 这是您拿来的 对 家传的吗这是 不是 买的呀 也不是买的 那被人拿的 送的 送的呀 对 谁送给您那袋 这是我女婿的一个同学的 送给她的 您女婿的一个同学 送给她的 我家的人是移民美国 临走之前 两个同学的 比较好 送给您女婿的 送给她 她说我给你留个纪念品 留个那么东西 我回到纪念春节 我去到深圳一看 我这叫什么玩意 你看不规矩 张哥哥就这么一点 本来扇子一个石头这么大的 我说不是个东西 她说那怎么办呢 我说拿的本学 您说谁不是个东西 专家呀 看一看 给看呢 监睛监睛 看得准 行嘞 这大家对咱还是很信任 这是您女婿同学 送给您女婿的 然后您的女婿当年 是追求您女儿 然后您就说 追求我姑娘不要紧 你把扇子给我 扇子给我 就同意你们 然后就把扇子 我没看那个扇子 当时没看那扇子 不是 我没看上这个扇子 您还没看上这扇子 我看着不成鬼个 你看着吗 看着小了点是吧 太小了不像样子 大爷 这扇子真好 您知道扇子讲的什么吗 扇帮扇面扇骨扇碎 您瞧您这个扇骨没有 这就很好 您这其实是玉竹的 然后呢 但是它上面这雕刻呀 可是值了钱了 雕着铜钱 然后呢 您看 它给挖一个槽 在里面 雕的这叫什么呀 您看像不像 那个梁形似的 这叫席纹 就是雕的这 这叫竹形纹 这个呢 很好 是把老扇子 而且您看都已经啊 包姜都灿燃了 您看都有点泛红了 证明呢 这年代呢 十分之久远了 而且呢 这扇面没有 撒金面 画的呢 也是一鸣惊人 咱现在不说呀 是谁画的 就单说 这个扇子 这个材质 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要是名家所惠 这把扇子价值连终 至于刚才您说了 说不是个东西 您是说扇子 扇子 扇子 这个对 大家一说 你不是个东西 说我心里咯噔 这说谁呢 这扇子呢 您看这扇子呢 这属于是文人用的扇子 过去扇子呀 文凶武度 僧道领 您比如说武将用的扇子 就像您说那个 打开的会比较大 因为武将 他这个为人都比较豪爽 都是凸陷毛的 一扇起来之后呢 你看没有 都扇肚子 文人不出汗呢 文人不出汗吗 文人也出汗呀 他一个大扇子扇的 文人 文人他就得 他就得秀起一点 你这扇什么 我扇一下 文凶 文凶 文人都扇胸口这 因为穿着长大的衣衫 胸口这 往里头 这么着扇 往里头灌风 这文凶武度 文人呢过去拿这种扇子呀 不是为了扇风的 这叫什么呀 秀中哑物 其实大家伙一块呢 在一块的时候 并不比说谁的住房宽敞 并不比谁骑的马高大 比的是什么呀 就是谁的扇子呀 更讲究一些 这个呢属于是文人用的扇子 这个呀就是专门的 这么一种扇子 您知道吗 它就是要打到这儿 不能完全打开 要完全打开 就显这扇子呀 比较这个应该说粗犷的 那都是武将用的扇子 我这身这么热的时候 我拿了一扇子 没有封 开工脚吧 以后别用这扇子了 这扇子呀 很珍贵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清代中期的 这么一把扇子 如果要再是名家所惠 再是名家所惠的话呢 呦 这怎么还写一然字啊 就我稍微理然 理然就是 哎呦 我要想想 这还真是我几年前 好像是写过一把扇子 莫不是这把扇子吗 这个挺好的这些东西 大爷您留好这些东西 非常不错 咱们现在不说 它是谁写谁话的 单从就是这把扇子的年代 还有这个感觉上来讲 这把扇子现在就得值个几万块钱 如果要再是名家所惠 那几十万 大几十万都是有可能的 今天就是看看谁话的 谁写的 头来我说那些 等于其实都不是您特想知道的 主要就是想知道 谁话谁写的 谁话谁写也没关系 谁话谁写的 我并不是不知道 但是呢 我就不告诉你 大爷您也看过小龙人吧 我不能说 为什么因为里面还有一个李晨老师 李晨老师并不是说老的 并不是搞瓷器鉴定那个李晨老师 是我们这个书画界 也有一位专家李晨老师 请他带给您好好看看 这把扇子是谁话谁写的 好不好 谢谢你 大爷 本来和你拥抱一下 那不拥抱了 哎 大爷还真是活果 您看了 谢谢 得嘞 来 您好 好 来 主持人好 您好 专家好 您好 快请坐 请坐 拿把扇子也 扇子 我有两把 您有一把 三把 我画着呢 我这个 您看来还欺负我们 我们这真奇真眼画的 您拿画筒 退休了吗 您 早退休了 早退休了 我退了多少年 二十年了 退二十年 快八十了 您啊 我今天咱来的这些 这上点岁数的这些 朋友都那么显得年轻啊 是七天了 退出 七十七了 您看这底气 以前您做什么工作 当明的 是吧 您看这好的身体素质 好 带来一把扇扇 咱们有请李晨黎老师 他送您的 你看还真不错 我们说这把扇子 这个正面呢 是张大千画的 这个一只蝉 还有这个竹子 而且背面呢 又是另外 这个民国和一个书法 大家沈一木 等于是两个著名的 这个一个是画家和书法家的 合璧之作 东西呢 我们从这个看呢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尤其张大千 我们就不用普及知识了 张大千大家都知道 擅长全能型的画家 擅长各种题材的绘画 大风堂主人 对吧 而且呢 这又是物子 四八年画的 四八年 正是张大千 无论是经历啊 各种 这个绘画能力最好的时期 更好的 最好的时期 另外背面呢 我们刚才说是民国这个时期 一个非常 我们说近现代史上 这个书法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书法家 叫做沈一木 他写的 他没有写信 一木 沈一木 所以我们说这一件作品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等于是两大书 书画家的合璧制作 合璧制作 沈一木 一般写什么字体最著名呢 主要还是学王岐枝 学王岐枝 学王岐枝 所以写的呢 这个亚苏共赏 大家都很喜欢 所以市场价格现在也非常的高 非常高 但这边 我看您说这个张大千先生画这块 没大当归事 对 回去的看什么 这什么 老先生哪儿的人啊 苏杰 人羞 人羞啊 不远 不远 那这不是张大千先生 就是说经常被大家所供知的这题材的 这个说话题材啊 是吧 对 就相对来说这种题材应该还是 我们说还是可能还是应酬的成分多一点 因为画的不是很精细 就是说不是很繁琐 相对画的比较简略 这边是画了个竹子 那边画了一只蝉 但是画的很生动 我们看在这种呼之欲出这个蝉 这个蝉名 在树上这个 在这个枝头 竹子枝头这种蝉名的这种生态 这种 这种气氛 气氛画出来了 所以非常的好 下场最热的时候 不是您没当回事 是您女婿的朋友 可能也没把这事当回事 人家就有交代 有交代 对 他说是两个名人 两个名人 人家知道 是不是看了办餐之后 我说他不知道啊 不知道 我是打钱打钱 这两个字 打钱您知道是吧 打钱知道 但是不清楚 我把它看成一个字了 对 这写的是打钱张远 是 是沈一默跟张打钱 老学人记好这回 好的 谢谢 好 那刚才提到了说 这把承善的市场价格 那老板李总 您再给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现在的市场价格 估算 我们保守一点的价格 应该 这把扇子应该在 十二万到十五万之间 十二万到十五万 谢谢 老先生说了 十二万到十五万 我更不当回事了 是啊 您还真是 那他俩换得了 不是 那您 您老是别顾气的去 那就是真计没问题 是吧 真计没问题 好 那么应该说 两边都是名家书画 承善 非常不错 得给您双份的保物奖 谢谢 这是确实一看实实在在 对 确实值得收藏 你好好 好好说 好 那么应该说 咱们头段时间呢 也关注了一下 整个这个拍卖的 这么一个市场 您比如说 在瓷器上的呢 这些晚清时期的官邀 在拍卖的价格上 都大方一彩 那么很多 这个比较 路份高的 瓷器 比如在香港 拍那件 嘉欣瓶 张老师 实际卖了七千多万 我觉得并不是说 很高的大家的预期 那么包括书画 比如说头段时间 有张七白石 卖了一百八十多万 在头几年 倒是这得卖了 三百万以上 对 但是这个市场 也有波动 也有热点 在新的出现 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 适合把这收藏 大哥 你好 你好 看着你现在越来越帅了 你看这人比电视要帅得多 大哥我能冒昧地问您个问题吗 可以 您多高啊 在那差不多 您有一米七八 没有 七五 你说有 一米七五差不多吧 差不多 差不多 您明白吧 好多观众朋友都说 管我叫坛子 说我这横着比竖着还高 其实这一笔 您就知道我什么个头了 电视因为有时候看不出来 大哥一米七五 对 一米七五 大哥从来不说瞎话 是吧 一米七五 您看我比大哥高那么鲜呢 你看我多高吧 行了 这个不攻自破 有时候大伙对我猜测 这不攻自破 行 大哥从哪来啊 山东 山东德州 山东啊 山东德州 好地方啊 大哥 德州爬鸡有名 对啊 德州爬鸡最好的 我还真就爱吃德州爬鸡 脱骨 是不是 对对 我有时候我还真就是 没事说想吃点这德州爬鸡 有时候吃完这德州爬鸡吧 它这个鉴定 那个结果 和吃之前 它有时候它完全不一样 好 那个 您 怎么来坐火车来的 我是在北京上 在北京打工 上班 在北京上班啊 你看这够腔 行吧 下次来 下次来给你带上来 行行行 好 那回头 以后您这样 以后您回完老家再来节目 您这 来我们节目再回老家这 弄板了这事 行 没问题 行吧 这是您带来的爬鸡 不是 这是您带来的花枯啊 对 老家的还是您买的在北京 老家的 这是老家的啊 家传的呀 对 家里留下来的 真好啊 这家 花枯其实有沉舌器 就擦花的是吧 擦花的 对 擦花的 不擦花就在那摆着呢 也挺好看的 有的时候 您比如说文人 有时候案头上面 画张画 然后呢 给它卷上 临时给它插在里头 或者搁点孔雀毛 什么鸡毛 鸡毛算了 就是孔雀铃 孔雀毛什么的 那个孔雀的羽毛 都可以 其实就起到一个 装饰 装饰的作用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器 这没问题 这是老的 您看没有 这个豆青柚这件 并不是完全纯白色的 是不是泛着青色 就这边 我也不太懂 豆青柚 有好多人也看过 又说的说法不一 豆青柚 他们都怎么说 有得说是真的 有得说是假的 说真的多 还是说假的多 孩子说真的多点 说真的多 行 大哥 这个确实是件真的 而且据我看 乾隆的 还真是乾隆的 乾隆本朝的 樊红这颜色也对 红色也对 豆青柚也对 挺好的 这么一只花骨 而且做工还比较足处 你看它有点浮雕的感觉 它并不是完全画上去的 它这个突出来的是吧 对了 它是突出来的 它还并不是完全画上去的 所以这样东西还真是不错 很好 是一只 是一对 一对 我带了一个 只带了一只 市场价格 要是一对的话 能给八万块钱 因为它并不是官窑 要是官窑 价格会更高 要是一只的话 现在也得四五万块钱 反正大约就是这么个 见证意见 不知道是不是说到 您心态里去了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没有 满意 满意是吧 行 满意 那希望呢 我今天让您满意了 下次您从德州来的时候 也能让我满意 好吧 一定 得嘞 来得这么着 来 您好 你好 主持人 您好 你好 专家 快请坐 您这件瓷器 要是真的的话 一直都是收藏的热点 蓝红 气象也好 花枯 是吧 张老师 这是家里的 家里的 我妈结婚的时候 这是我姥姥给陪嫁过来的 这一般陪嫁 咱们见着多了 比如说胆瓶 然后东国罐 这些都是多 但这种路子陪嫁 它原本上 它好多不带陪嫁词的范围之内 您还送个喜字 张老师是吧 但这种花枯货是两个一对 但不是这种 几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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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家可能以前是特别大户人家 家里还都是大的 还都是大的 就是花瓶 那时候是2000年的时候 现在乡下的收不懂的 我妈给卖了 那时候给受走了 看来您家当年有鱼的呀 好 咱回到这件瓷器吧 咱们就请张若兰老师 其实这件对我们看得挺好 这防红画出来它是凸雕 大家要上手摸骨出来的 所以它这个是叫凸雕的这种手法 而且防红彩画这个整个在一个气壶上画的还是少见的 因为本身防红它因为在烧的过程当中 它变化当中不好掌握 所以防红在整个的气壶当中还是比较少的 而且它画得很好 上边是山水 你看底下还是驰龙 两条龙 大家看一瞄 那么底下还画满 你看底下也是山水 山石 所以我觉得这件 有款吗 有 乾隆款 你看 而且乾隆客款 对 还是客款 所以要是按这个款时 这个一定是很高档的一件东西 因为我们说 你比如说青花款什么的 都没有客款 这个显得品位高 那么这件东西如果要是个真的 一定品位很高 但是我们说乾隆的时期有这个防红颜色 但这防红的颜色不是这个颜色 它这个大家看 我们这个防红是红中闪黄 但实际上乾隆的颜色也是红中闪黄 我们说这黄的颜色是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色调的 这个红的颜色不是乾隆的时候颜色 乾隆的颜色要比这暗的多 而且比这漂亮 但我们说整体大家没见过 觉得这个防红画得也很好了 但这个颜色 我们说和乾隆有很大的区别 去博馆看一看 乾隆时期的防红的藏品 是吧 手薄或者什么的看看 乾隆说也有防红的画龙的 这是大家看到我们的拍拍会 多见这个 但是这个龙的画法 不是这样了 你看这个嘴画得像兽 而不是像龙嘴 它这嘴整个张得都过了下巴 所以它这种画法 这种嘴的画法 那就不是这个龙的画法 而且我们看到这俩耳朵 你说持龙也不是这种 也不是 其实我们说如果是清代乾隆的时候 龙的画法 一定像我们在看的九龙壁当中 那个龙的画法 这个有底下大清乾隆年制 这一定是官邀 这个龙一定代表皇上的这个特点 那么所以它这个龙画的 大家看这个龙的张嘴 我们说乾隆说这个龙的眼睛 也不能点亮点就完了 不管是你买什么东西 你要了解这个时代 装饰手法反映了当时的风格 文化 那你看他这嘴张得过于大了 不是龙的这种画法了 而且我们说清代的龙 它一定有两只脚 你看他这脚不是龙的 我们说那种跟鹿似的那种脚 所以他这种脚的画法也不对 所以我们对这个装饰方法上 不具备清代乾隆的一个特点 因为真龙天子 画成了不是真龙这样 皇上就自己没法说了 其实我们看他这个龙的身子 画得太肉了 没有 其实他后到 你看他这是一个灵芝 但也不是清代 所以我们说这艺术风格 一定要符合这个时代的特点 我们从色调上 从装饰手法上 都不具备清代的一个特点 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在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咱们知道 有好多仿古词剑 在当时的方 有些创新 有些混搭 这有没有可能是那时候呢 对 我们看这个房子 代表这个什么时代 所以我们这个房屋的建筑 是一定要代表时代 如果是乾隆观摇 它画的一定是宫廷的画法 那么这个房子 我们看说是老百姓 做的房子也可以 但是它不代表 这个时代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说民国的事情 我们看我们的四合院 绝不是这种画法 就是它的房脊 和这个整个的装饰上 不代表一个时代的风格 包括跟书画讲 是吧 以前画房子 李老师 它也不是这个意思 对 是借货 所以我觉得 这件东西呢 给我们看有好多的疑点 细形也是 这脖子 好像您看这花菇 凤美尊 这底的肚 它应当这个再大一点 一个大一个 那太难下了 就这个肚 是吧 再来上一点 您符合一下 黄金比例就更好看了 这松的画法 清代的松不能这么画 是张开的 你看这松是一团的这个画法 这哪是一个树的特点 这个白药都闪绿了 这我们跟你明确地说 这比刚才那坊的还不好 这个白中闪绿太明显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就现在一个新的工艺品 我们说 我们还是啊 对 张老师说了 还是新工艺品 我们还是对藏友的 咱这一定得好言的 是吧 这个 就是这您肯定家里有一针的 您出的时候一着急 最近天还是热 您工作忙 拿错了 下回您把那真的那件拿来 是吧 这件结论就是应该是 最近的 因为这种东西 绝不做赔价品 赔价品没有 如果是真的 这个档次很高 所以这个一定不是赔价的 对 不是价装货 我们只能说 不是价装货 如果是赔价品 一定要是个真东西 对 严格说 如果是皇上的闺女 都未必能使这个 赔了了价 在当年 好 那么保护奖的基金 得交回来 好 谢谢参加拍照节目 好 大家现在收看 是咱们中华老字号 冒龙独家过名播出的 拍宝节目 那么也请大家搜索 这个拍宝的小程序 在微信中 那么拍宝小程序 也会有更多服务 这位大叔您好啊 你好 你好 您拿话筒 这股帅的啊 是 您也挺精神 我说年轻了 因为年轻有瘦 没那么怕 是是是 没那么怕 您这个戒指货 够黄眼的您这个 从哪来啊您 打东四 打东四 东四挺好的 也不远 带什么了 您 这是 带了一幅字 带了一幅字 您写的吗 我 我哥没那水平 您没那水平 这是谁 街坊写的 这是 祖上留下来的东西 您家祖上留下来的 懒婴街秀 这是一句成语吗 孙志敏 祖上怎么详细写 这么四个字来了呢 这是 也是祖上的 在南方 办了一个学校 搞教育 一半是搞教育 一半是为国家培养人才 办学校不就是培养人才吗 对 那怎么叫一半办学校 一半培养人才 这俩不是一回事吗 还有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过去的 为革命了 做的事业 就是一个联络点 咱们这等于是秘密联络点 对 明白了 表面上是学校 实际上是咱们地下联络点 对 为解放新中国 咱们做了很大的贡献 对 这是您家祖上 对 就是这个学校呢 在感染时期呢 学校连那个牌匾都被毁 但是这个低稿就留下来了 留下来了 所以今天拿来呢 在今天的礼拜当中给看一下 那这个我个人觉得 实际上这个意义非常之重 招揽英才 然后接收这些个灵秀的人才 对 揽英接秀 自写的也好 寓意也好 这就揽英 我就好比是这个英 接秀 其实我也是这个秀 这个 这个有的时候 这就像拍宝节目 对我的这个评价一样啊 就我一来他们就说 我们要揽英接秀啊 你说我一样啊 就是这意思 好 那这四个字挺好的 具体是谁写的 您还知道吗 是您家祖上哪位写的呢 不是祖上写的 这是 就是您家祖上 孙志敏 哎呀 这个也是一位大学问 当时也是一位大学问家 而且呢 这咱有什么说什么啊 孙志敏 这个先生这个字 我还真的没有说 因为我们有时候搞这个收藏工作啊 有时候你经常得到博物馆里去看真迹 有时候你研究书画 你比如说齐白石啊 橘维红啊 你也得真谈他们的真迹 你才能知道这东西对不对 咱有他们说什么啊 孙志敏先生这个字啊 我还真是 在我印象当中 我想还真没特别关注过 但是呢 有的时候它是相通的 就是说这个 虽然你没看过它的真迹 但是你一看这几个字 你也能知道这肯定是他写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字啊 实际上要是大家所做啊 它是有几个共同特征的 比方说这个字的气息 它必须得是贯通的 而且那必须得是 利透纸背的 只有大家才能够 符合这些个特征 您看这些字 气息非常之贯通 而且您看每一笔 是吧 也能让您感觉到 是苍劲有力 您看这劲儿使得 您看这个写字 咔咔咔 这一使劲儿 就写出一窟窿 这是后来 后来哥年头多了 虫子咬的 不是他当时写 就写一窟窿 反正这字看着很有筋骨 很有劲儿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就应该是 孙志敏先生的真迹无疑 而且又有这么一段 应该说非常了不起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这幅字 市场价格 咱就不在这估算了 因为这个意义非常之重大 我觉得尤其是 为了咱们 新中国解放事业 做了很多的贡献 这个地方 所以咱们无法 用价格来衡量它 所以我就只能跟您说 真迹无疑 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也应该向您的祖先们 表示致敬 好不好 那行 那再给您来一红包 谢谢 来 您好 来 你好 你好 戴威 你好 戴威 戴威 一红字 您这 您看看这个 这当时就这样 对 也没石头石头 这 这哪敢动 不敢动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好在基本上 字没伤 没伤 没伤骨头 那我先问问 如果这要假的就算了 如果是真的的话 这都是表着之后应该没问题 是吧 对 这没问题 应该不影响 不先表一下就行了 是 但是这要再弯架丝 可就坏了 真是的 昨天对不起 这也算是家里流的 是吧 跟他听到了 来 咱们有请 有请李珍丽老师 他写了四个字 来应接秀 我们说的写字的人 叫孙志敏 这个人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个人不是很有名 这个是光绪时候的近视 后来又点了汉林 点了汉林 之后 做过几任小官 还做过浙江省的图书馆馆长 还做过几县支线 民国之后 在上海主要是以卖字为生 所以我们看这几个字 写的功力非常的强 南方人 南方人 浙江人 我们说传统的 我们说近视 汉林 这个最基本功 我们说最一个基本功 除了八股文写的好 另外字一定要写的好 否则这个考试是通不过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字 就写的非常的漂亮 真一看就学过 学过这个 一看就是文人气非常足 笔头上一定是下过苦功 下过苦功 也不狂暴 就是心平气和 这还能看明白 真的写的 就能感觉到 一种清气 应该就是在 民国时期 它在上海 有故事吗 卖画期间的这个作品 东西非常的不错 那它这个词的意思 懒婴接秀 就跟他说可能更是一个 就是希望能够招大贤才的意思 招大贤才 对吧 这算什么 这算横 按这个行里的叫 这叫横 这挂在书房 这个客厅都是很好的陈设品 意思也好 懒婴接秀 是这个孙志敏的真迹 真的 没问题 而且您家里要留的呢 这咱们也知根知点算 但是这孙志敏先生 在这个书画界的行情 咱可不知道 也请李老师给介绍一下 孙志敏呢 因为名气不是很大 这个民国时期 这个写书法的人也很多 虽然功力很深 大家也还喜欢 但是因为名气 一直没有炒起来 所以呢市场价格呢 一直不太高 具体到这件作品呢 应该我们市场价 应该在一万二到一万五之间吧 一万二到一万五 这个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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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一表就可以了 没问题 那么是晚清时期的书法家 那么市场价格是一万二到一万五 您的微信是不是一直在响呢 对 也不太烦忙 您这人懒婴接秀呢 好 那么您还是回去 能给他表上最好 这样的话别再卷着给伤了 是吧 这字一伤 还是影响了 好 那么因为是这个老的 我们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 立即接 好的 谢谢 来 谢谢 现在这种文人的扁 文人的这种横 就是这种 往往的价格 比如尤其是摘号 或者是什么 这个起的 这文房的雅号 大家比较喜欢 市场上 甚至比这位书法家 那个书法家的其他作品 要贵一倍 甚至还不止 这个可能也是市场的热点吧 多关注 这位大哥您好啊 您好 李文 您好 您好 握个手 握个手 从哪来啊您 我从家来 从家来 一会还回家去吧 一会得回家去 咱都说明白了 行 带什么来来您 我带了一罐子 这也是家带来的 对 您给看看 我看看 收藏的是您收藏的 也不是我收藏 是我父亲收藏的 我批他来 万利 五彩这是 是吧 像是五彩 对了 五彩其实和粉彩啊 这个还是有些区别 有区别 粉彩里面加玻璃白了 它颜色更柔和一些 五彩呢 颜色更硬 康熙年间也有五彩 康熙年间五彩也不错 康熙年间有只 非常有名的五彩的一个盘子 叫再川之乐 那只盘子就是 有条鱼嘛 然后俩人站在岸边 看着那鱼 一温一达 比方张三吧 张三说这鱼啊 你看在水里游得多快乐 李四就说了 你又不是鱼 你怎么知道鱼在水里很快乐 张三又说了 李四你甭说这个 你也不是我 你怎么不知道 我不知道鱼很快乐 看似你都是废话 但实际上挺有哲理的 是吧 这是您家老爷子收藏的 对对 花钱多不多呀 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您不太清楚 您家几个孩子 我们家俩孩子 您是老大 我是老大 还有一老二 那您得联合您弟弟妹妹 弟弟 联合您弟弟 这个以后老爷子买东西 还是得过干过干 过干过干 是吧 但是这个还行 还行 这个虽然不是 我个人认为 这可能不是万利的 但是也是清代的 应该是后朝仿前朝的 这属于是人头罐 就是一个小罐 您不要害怕 我不害怕 人头罐吓一跳 这是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个数据 我知道 就是说这个头大小 差不多跟人脑 得知道 我们这是行业 俗称叫人头罐 这个上面画 您看还有麒麟 是吧 瑞瘦 然后还有一些个博古的画片 青花发色也不错 画工也挺好的 这还有点酱口 这样东西 我个人认为还不错 三万块钱 好不好 好 给定三万块钱 向您表示祝贺 好 感谢李老师 看来您也挺喜欢收藏的 我看您带这些个都不错 这是九眼的吗 四眼 这是四眼的 两倍您也给看看 这四眼的没事 等会吧 您是不是也是挺懂这个的 您懂吗 我不懂 您不懂 不懂 不懂说一遍就行 不懂 我以为谁掉河里的 好吧 那给您来一红包 谢谢 希望您再来 好吧 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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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各位专家好 好 我特别想问问 您这发型有名字吗 贝克汉姆那个 没什么名字 有小贝 也贝克汉姆 纯属个人喜欢 是吧 我不是贝克汉姆 但是您这帅的程度不输给他 好 回到您拿的词剂 大家看这个在镜头下 这叫五彩观 那么底下有一个大名万利年制 清华五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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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像这种万利 清华五彩呢 我们现在市面今天传 流传下来还是有一部分的 那么这个五彩 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家要记住 那么我们见到的只有宣德 但是实际上流传下来的宣德 我们大部分见到的都是加清万利 那么我们说这个清华五彩呢 那么也就是一个明代的一个特点 明代的五彩呢 这个红呢 一定是枣皮红 老师教的过程当中 都是明五彩和清代的五彩 什么区别呢 就从红的颜色上 一个是枣皮红 一个是大红 但你如何认识这个枣皮红 我觉得还是大家都去博物馆去看看 这个红的颜色 我们这么看 觉得像枣皮红 但它和枣皮红差了 枣皮红要比这发暗的 那么我们看它这红中 略略闪一点点黄 所以它不是真正明代的枣皮红这个特点 那么我们说 它这画的是一个麒麟 这两条腿简直就跟两根棍一样 它没有一个麒麟的气势 特别这个 我们看它这个头 麒麟这个头 看不出是个什么 画得太模糊了 它是扭着后脑 正的点都看不出 它往后扭着这个脑袋 但这个麒麟我们说 它这个 它画得不够这个标准 万利五彩呢 我们说了 有没有 不是万利 有明国法 有明国法 大家记得 明国一定有仿万利的 那么明国仿的万利的颜色 特别 它叫仿 所以它一定在画风上 符合这个明代一个特点 另外 像这种画片 我们说在明代是比较常见的 可是它这个云 我们说它画的 就不符合这个时代特点了 中间这个莲花 那么明代的莲花 不能像它画极点 跟团似的这种画法 你看这个 所以它没有画出一个明代特点 这种罐子上这种酱口很多 但大家看这种酱口是它现在涂上的一种表现 而不是当时这种样子 而且明代的罐子这个口不是平的 所以我们要从细微的角度来看 这明代的罐子口绝对不能像现在一刀切 切成这种平的样子 另外我们看它的底足 一看底足 就是从这胎子上 大家在镜头看 这胎子做得过于细 就是现在的胎土出来的反应 因为我们说明代的胎土也不这样 明国的胎土也不这样 所以它这个胎土不符合这时代特点 就现在的我们说配方土出来的胎土很细腻 这个现在土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件东西呢 也是一个新罐 但是我说实话 我见过这么多 现在新访万利啊 家万的这种五彩 青蛙五彩罐 您这罐是访的最时尚 特别时髦的一个 给您的形象似的 得了 这保护奖的基金也得收回来 2020相聚拍宝 传播文物知识 感悟收藏真谛 重温千年记忆 收获文化财富 搞笑让您乐不可知 鉴赏我们尽心竭力 每周六日20点46分 锁定财经频道 年年顺景财源广 岁岁平安福寿多 专家藏友都说好 周末别忘看拍宝 好那现在出题送出今天 对是这把 这把班竹 这个有点梅露竹的承扇 那这题也简单 刚才提到了大名万利 万利 万利皇利的名字 叫诸神嘛 尽快把咱发送到 拍宝的微信心台 好我们再发一份 宝物奖利基金 给今天拿来宝物最好的藏友 张大千 张大千 那老先生根本就没当回事 对了 他女婿也大撒把 给这老先生拿来了 要是这身换成我 那老先生都不当回事 不敢给他 从深圳带来的 是不是 待会你跟他换一下 他不知道叫 早走了 老先生 好 待会我发给他宝物奖利基金 再祝贺他 好 那么拍宝节目 带来知识 带来快乐 带来您更多的文化享受 那么首播时间 在每周六日晚上 张老师 您记得住 8点66分 好 好 好